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 前期,今日前傅达人再次飞往瑞士,也透过媒体表示,会在6月5、6、7日则一天上午11点执行安乐死,执行的地界保密,不过今又有媒体传出傅达人确认,在6月7日执行安乐死,而在抵达瑞士,傅达人又传在瑞士不小心跌倒骨折送医,而在傅达人远赴瑞士前, 傅达人跟和康康,王彩化,唐从盛等好友一同吃饭,康康则透露,有听说要再去瑞士,但是对方没有再多说,傅达人赴瑞士前,他约了康康,王彩化,唐从盛等一人吃饭,对此康康透露,因傅达人儿子结婚,由康康,唐从盛主持,而婚宴后傅达人, 一直想找机会请吃饭,感谢帮忙,康康透露当前傅达人带住,全家来,跟我们吃饭,傅达人有透露,要去瑞士,便没说什么,今天从报道,看到他将执行安乐死, 康康感叹,由于他们家人,都没有说话,旁人也不方便说什么,傅达人邀请康康行前参序,感谢康康帮儿子主持婚宴,翻设字脸书,傅达人邀请康康,和唐从盛行前参序,翻设字脸书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